我们这边问一下仪里 那如果我们工作太劳累 可以补充什么营养 增加我们的抵抗力 好 其实我们要增加我们抵抗力 第一个要吃得均衡 第二个真的要睡得好 所以我这边有四个营养素 我特别把色胺酸放在最前面 这个胺基酸呢 其实是我们通常在讲说 帮助入睡 让你心情放松 肌肉放松的一个很好的来源 那我们一般听到 比如说像香蕉燕麦 红豆类的 或是鲑鱼啊 其实这个色胺酸的含量非常的高 然后B群跟维生素C 这个是针对什么样的疲劳 针对刚刚提到的 就是你可能偶尔熬夜啦 或是偶尔可能一两天 比较劳累的时候 那你的B群跟维生素C 这时候会大量的流失 尤其是当你今天一整天 你都处在很紧张 比如说你要拍昂档戏 你这一天你就是你的戏份足了 或是你的开会的时候 你是主角 这时候你的肾脏腺素会分泌 肾脏腺素分泌就是要应付这些压力 在应付了当下的时候 其实维生素C会流失的很多 所以有些人就会说 那我可不可以补充那个保健食品 维生素C的部分 那个其实你如果做那个补充的话 你要考虑到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本身有肾脏疾病的 或是有一些那个结石的 那可能不能做额外太多的补充 但你可以从食物里面来 尤其是维生素C 那我们台湾的巴热 你只要吃一颗女生的拳头大的巴热 其实你的一天的基本量已经达到了 基本量已经达到 对 所以巴热 奇异果 小番茄 这三个其实是属于前几名 维生素C很高的 奇异果一天一颗够不够 大概一天可以吃到两颗左右 对 吃到两颗左右 那为什么我这边都是 这边全部都是水果 因为维生素C其实怕热怕光 所以你很多的蔬菜下去烫久了之后 其实维生素C也容易流失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尽量以水果来摄取 那B群的部分 像鸡胸肉 菠菜 还有这边秋冬开始 就是像那个栗子 栗子里面维生素B群也非常的高 还有一个就是日本这几年在流行 就是他们的元气的饮食 就是提升你元气 避免疲劳 他们鼓励吃猪肉 就是对 猪腱肉 比如说猪排或是猪的 那个就是尖的猪腱肉 因为他们觉得尤其是 猪腱肉 瘦肉 瘦肉都可以 像他们给小朋友 小朋友不是要活力满满 才有那个精神去念书 然后记忆力才会好 他们都会建议就是一个礼拜内 他们的食谱里面会设计两三餐 这个营养午餐里面要有猪肉 那里面维生素B1也蛮丰富的 所以也可以吃猪肉 然后最后呢 如果你是属于睡眠的问题的话 其实钙子也要补充足够 包括乳制品啊 如果你不能喝牛奶的话 你可以吃优格 然后或是小芳豆干或是芥兰菜 这个都是前几名钙含量很高的 但我要讲的就是说 疲劳它的饮食不均衡 不是一天造成的 通常我们现在讲说 很多人它是属于过劳肥 以前都说过劳肥 那这边有指导就是说饮食里面 如果你是大餐小餐 大餐小餐这样搭配的话 你身体肯定会受不了 那会出现什么问题 第一个血汤 就有时候你可能一整天没吃的 就有一餐没一餐 然后回家之后 觉得放松了 然后就开始点什么 看现在叫外寿嘛 有没有 就开始点谁书鸡啊 卤胃啦 然后定甜点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晚餐的那个宵夜 全部都吃很多了这一种 那白天你看它可能就只有喝咖啡 然后吃个 可能随便泡个冲泡饮啊 他在说我啦 对啊 这种就是大餐小餐 那通常聊起来都只能这样啊 这种病人大概喔 第一个喔 一定会胖在所谓的腰位 第二个 你会发现它的抽血里面啊 你会发现它的血糖 都是处于比较不稳定 而且都会比较高一点 都会超过一百空腹血糖 这个要特别小心跟荷蒙有关 所以这个大餐小餐的 你常常一下子小餐 一下子大餐的 这种营养不均衡的 其实不只跟免疫力有关 跟所谓的你的体内荷蒙有关 那会影响到血糖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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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